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为大家带来一部抽高评分,百看不腻的电影 小伙儿在犯罪集团卧底了六年,最终反叛成为大哥的反黑事件 影片开始于一个沿海港口的仓库中 一位崔李氏被绑在了凳子上,身上遍布了伤口 对面站了几位身穿西装的男子,中间坐着一位李立氏 崔李氏发着颤音祈求李立氏,他跟随了会长这么多年 卧底绝不会是他,他是不可能背叛会长的 但是对面李立氏目光冷峻,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 紧接着,崔李氏被处理,装上了铁桶,扔进了大海 伴随着悲凉的曲调,故事正式拉开帷幕 金门集团的石东初会长被控告有贿赂、逃税和骨架造假等经济犯罪罪名 由于检方证据不足,他被无罪释放 晚上,在通过双道左转路口时 石会长的车和另外一辆不认识的车并排等着红灯 当石会长的车转弯时,另一辆车并没有动 正巧,路口的一辆货车静止撞向了他们 巨大的碰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石会长被紧急送往急救室 集团的三号人物丁青从国外召回 作为本片的大佬级人物,丁青一出现就给人一种流氓的感觉 穿着西服搭配着酒店拖鞋,一头烫发带着一口脏话 很难让人相信这位是商业大佬 李立氏名为李子成,是丁青的左膀右臂 丁青从国外专门带回来高档手表送给李子成 在车上一直用兄弟来称呼他 然而丁青的手表被李子成一眼看穿是山寨货 关于石会长为什么会突然出车货 丁青对着李子成说 会不会是有人计划好的呢 带着疑惑,集团的所有大佬和元老出现在了急诊室门口 每一个人的表情上都暗藏玄机 医生出来告诉他们 石会长由于重伤,已经不治身亡 得出这个消息后 李中九抓着医生的一领大发雷霆 集团会长的趋势,意味着一场腥风血雨正在酝酿 另一边,知笑扮演的信语接收到一份金门的犯罪档案 他拨打电话告诉对方,资料没有问题 石会长的离去,惊动了道上很多人 他们全部身穿黑色西装,打着领带,前来吊笑 负责接待他们的人物就是三号人物丁青 四号人物李中九对此表现极为不满 他带着手下前去阻挠警方的拍摄 因为金门集团本身就是黑道起家 警方的江科长已经和他们争斗了好些年 拍摄的人就是他派到这里的 此外,警方已经将金门集团的背景调查得十分清楚 几年之前,比较有名的三个大型帮派 在虎帮,帝日帮和北大派一起组成联盟组成了金门集团 其中,在虎帮的势力最大 石东初理所当然成为了金门集团的会长 二号人物张守纪是帝日派的老大 由于之前的内斗,他的失礼已经被消灭 只剩下了一个空职位 看着地位挺高,其实一点权力都没有 三号人物定青是北大派的老大 现在是金门集团的执行董事 主要负责集团的主要商业经纪 是石会长最看好的接替人 虽然排名是第三 但是在集团的实际权力仅次于会长 四号人物是李中九,是赛虎帮的二把手 他和石会长是同一个帮派 同时也是石会长最信任的手下 他主要负责私人接待,传销和娱乐活动 石会长死去,他是最有可能和丁青较量的人 还有一位重要五号人物李子成 他属于北大派,是丁青的左膀右臂 同时也是最好的兄弟 在虎帮和北大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帮派老大负责头脑经济赚钱 并且身边有自己的私人律师 二把手像李中九和李子成他们 都是靠暴力获取经济 属于做一些见不得人的活动 高局长认为石会长的离去 给他们创造了插手金门集团的机会 他们将会通过一系列手段 打入敌人内部 彻底瓦解掉犯罪集团 高局长将这个计划命为新世界 这一天,李子成找到了自己 飞起老师信宇 信宇告诉他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年 你的起义还是没有见长 反正以后还要继续 最好还是提起兴趣比较好 今天,上级指派了新的任务给你 听到这句话 李子成一脸惆怅和生气 带着愤怒开车来到一间残破的房子前 在这里,他见到了警方的江科长 李子成愤怒地咆哮 明明说好石会长完蛋 他就会结束卧底生涯 重新回到警队 石会长意外死亡 他的任务早就应该结束 现在又给安排什么新的任务 还有没有完了 他要求找到更高层人员谈判 江科长回答他 知道你真实身份的人只有三个 我,高局长和街头人信宇 眼看李子成打算撂摊子罢工 江科长威胁他 如果让帮派人员知道你是卧底 会是什么样子呢 他答应 只要选出下届的会长 卧底任务就会彻底结束 到时候会安排他去国外生活 隐姓埋名 而且他还知道 李子成媳妇怀上孩子 特意买了几件衣服和玩具之类的 这不是打了人家一棒子 再给个早吃的把戏吗 好人坏人都让你战了 你让人家李子成怎么办 这只能说 李子成虽然身为卧底 但江科长并不完全信任他 一直在坚持他的一举一动 连媳妇怀孩子这件事情 江科长居然都知道 一气之下 他把礼物摔进了水里 带着怒气离开了秘密基地 第二天的董事会上 李子成表现得忧心忡忡 和正在讨论会长任选的气氛 格格不入 从开会的现场可以看到 除了李中九和丁青在席眼外 其他元老级人物没有一个人在席 可想这两位的地位有多高 经过一番协商 他们最终决定要在下次开会之前 选出新会长 会议结束时 丁青邀请李中九一起和前辈吃饭 而李中九却说 和一群不喜欢的人吃饭 难以下宴 再者说了 他和丁青也不是能够坐在一起的关系 严谊之中火药味十足 前往停车场的电梯中 丁青和李子成说要去国外谈生意 让李子成献粉定局面 但李子成一副冷淡的样子 话都不想说 貌似对这位大哥的唠叨劲很厌烦 当他们走出电梯 李中九命令手下 让车静止撞向了丁青他们 其实就是吓唬 在汽车冲过来的一瞬间 李子成第一个挡在了丁青的前面 比丁青的贴身保镖反应还要快 这足以证明 李子成对丁青多忠心 由于刚才紧张刺激的情况 丁青邀请李子成一起做快乐的事情 李子成虽然不情愿 但耐不住大哥的死缠烂打 最终来到男人找快乐的地方 小酒馆 顺便一起庆祝了李子成喜德贵子 另一遍 高局长和江科长刚刚敲定了 新世界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 李子成虽然身为警察 但是计划并没有透露给他 就算李子成询问 信玉也没有透露出半个字 这让李子成感觉自己被蒙在鼓里 完全沦为一颗棋子 他交给信玉李中九的黑料 透露出丁青第二天上飞机的时间 果然在第二天出国时 丁青被江科长逮个正着 江科长并不是要抓捕丁青 他首先将李中九的黑料扔给了丁青 让丁青选择和他们合作 一起剿灭李中九 然而丁青并不是泛泛之辈 他再怎么混蛋 也不可能做出背叛集团的事情 眼看如此 江科长扔出了第二份炸弹 里面是关于丁青内部的详细交易资料 丁青对此表示一脸惊讶 没想到机密文件也会被盗 连自己起点上飞机这件事情都被泄露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丁青的核心团队内部出现了卧底 江科长对丁青的离线起并没有成功 反而暴露了自己派卧底的事情 丁青在飞机上面列手下 找黑客调取关于江科长的所有资料 顺便通知边境的杀手来韩国 江科长还是低估了 看起来虎头虎脑的丁青 接下来只能找到另外一位对手 李中九招来在虎帮的所有元老 让他们在下次董事会投票给自己 作为回报 他会留下元老的狗命 有实力的人就是这么猖狂 就是这么为所欲为 丝毫不把前辈放在眼里 实力才是王道 他还质疑 会章的死会不会是被人暗杀的 这一天 江科长带人找到了李中九 以涉嫌杀人 暴行 特殊欺诈 威胁 恐吓 贿赂等罪名 批准逮捕 李中九质疑是不是丁青搞的鬼 江科长只是回复 是啊 谁呢 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 暗藏的喜悦 终于有余要上钩 这天 李子称带着媳妇前来做检查 当爸爸 明明是件高兴的事 但他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作为一个卧底 他自己的安危都无法保证 又怎么会让儿子得到保障 而且 还有一个重大秘密 他也被瞒在鼓里 他的媳妇 也是江科长安排的眼线 当初为了让父亲被释放 身为酒楼小姐的他 答应监视李子成 现如今 父亲已经离去 本不应该帮助江科长 但江科长却拿着卧底这个消息威胁他 让他报告李子成的一举一动 包括每餐吃什么 吃了多少 晚上几点睡 打不打呼噜都要详细报告 江科长对李子成可以说是非常不信任 丁青知道李仲九被捉后 第一时间赶到了监狱探监 他声明 黑料的事情并不是他做的 让李仲九不要担心 他已经让公司的律师全力帮李仲九脱罪 李仲九显然不一定会相信丁青的话 离别时 李仲九问丁青 会长是不是也是他杀的 丁青却反问道 难道不是你吗 如果不是你 那可能是警方做的 再要不然就是别的阿猫阿狗做的 鉴于这是一场头脑游戏 丁青找到了江科长 试图通过钞票收买江科长 让他停止计划 但是 江科长并不是好财之徒 拒绝了丁青的美钞 丁青前去找江科长 其实就是在打探江科长的底线 现在看来 和江科长的决斗不可避免 因为丁青在回国的飞机上 已经知道了江科长的所有底细 包括安插在集团的卧底们 他已经知道 最好的兄弟是警方的事情 坐在车里满脸惆怅 一副痛心纠结的状态 当他接到李子诚的电话 依然是以兄弟相称 李子诚质疑丁青 为什么回国不通知他 这种事还是头一次 丁青通知李子诚 前往处理叛徒的港口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做出了艰难的决定 坐在大雨之中 独自一个人喝着苦酒 难言之隐 无人诉说 李子诚赶到的时候 预感到事情不大对头 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紧张 丁青派出境外杀手 偷袭了信宇的家 捆绑之后 扔进了汽酒桶里 信宇收尽了酷刑 也没有透露出一个字 就算不说 丁青早已把信息了如指掌 他把资料递交给李子诚 还说他们内部也有警方的人 此时的李子诚 汗流加倍 双手都开始颤抖 据他所了解 他是唯一一个集团高层卧底 在他颤抖的查看资料时 丁青一出头 把李子诚的亲信部下 十五打倒 当着李子诚的面 解决掉卧底 并说 他们都是在耍你 严慈在暗示 江科长其实一直把你当棋子利用 李子诚看的资料并没有他的 这点让他很诧异 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是看着自己的同僚被折磨 他毅然决然地开枪 结束了信誉的痛苦 而丁青对此表示很无奈 丁青这么做 就是要告诉江科长 战争已经开始 眼看着自己的手下被解决掉 江科长只能大半夜找到了李中九 丁青那张牌撬不动 李中九就是最后的底牌 他给了李中九 江科长和丁青见麦时偷拍的照片 李中九很是愤怒 他很明白江科长的意图 紧急召集了手下 说这些照片就是毒药 可他却不得不吃 不能独自一个人含冤而死 那么就让警方借李中九的刀杀死人 虽然丁青的强势破局 打乱了江科长的计划 但目前计划依旧按照部署进行着 丁青确实将机密文件盗取 至于为什么不杀李子诚 江科长也不明白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意外 江科长删除了李子诚卧底电子档案 可以说 除了几个人知道外 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他是卧底 江科长打算扶持二号人物张手机坐上会长的位子 李子诚要负责提供有力的帮助和扶持 这和之前的约定再次违背 李子诚非常生气 但江科长握着他的把柄 他也没有办法 江科长对李中九的离间计已经奏效 李中九的嫡系手下等待丁青多时 这一战打得十分精彩 丁青靠着少数手下 对战对方准备的全部手下 一路从停车场杀到了电锡 由于事情发生的突然 丁青被对方六个人硬拉了进去 一个人对付对面的主力干将 当警察赶到的时候 只有丁青一个人意识清醒 这大哥也不是吹出来的 李中九的手下分成了三个部分 杀丁青一组 另外一组解决了丁青的律师 再有一组负责杀掉李子诚的媳妇 但是警方提前派人守护 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然而由于惊吓过度 李子诚的媳妇流产了 李子诚得到消息后 第一时间赶去看望了丁青 之后才去关心自己流产的媳妇 可以看得出来 丁青在他心目中有多么重要 集团元老认为 李中九出师无名 败坏了规矩 而丁青却身负重伤 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来 现如今只能另找他人 出面主持局面 首显人物就是张首基 一致决定 推举他为会长 张首基和其他元老达成了协议 顺便临时组建了一帮手下 穿着破烂 发型沙马特 简直就是街头小混混 事情发展到现在 只剩下了最后一步 江科长吩咐李子诚 李中九会被放出来 不要动他 至于李子诚什么时候恢复身份 他并没有说 李子诚也不再和往常一样大发雷霆 他已经不再相信江科长 心中开始预谋自己的计划 丁青紧急召唤李子诚 只走了手下 单独交代了一些事情 他知道 李子诚卧底的身份 现在让他做出选择 只有听大哥的话 他才能真正的活下去 万一丁青活过来 你李子诚能够对付得了吗 交代完后 丁青结束了传奇的一生 丁青的葬礼上 未来的格局已经成形 集团元老紧跟在张鼠基的后面 边境的杀手向李子诚示忠 李子诚来到丁青的办公室 坐上了他的座椅 打开保险柜后 他看到了丁青藏着的资料 里面还有给李子诚和未出世的侄子买的手表 戴着颤抖的线 他戴上了丁青精心准备的山寨手表 看着外面的预警 内心正在复杂变化 第二天 李仲九出狱 但是 外面没有一个人迎接他 他知道 他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张手机在李子诚家门口等待 坐上了自己车里 他的手下 加速甩掉了李子诚的手下 开到了一个没有人的河边 张手机说站在他的立场 他只能这么做 暗示要在这里处决掉李子诚 自己独霸集团 李子诚却没有一丝慌张 仿佛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李仲九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 丁青的手下找到他后 吸完最后一根烟后 李仲九跳楼自杀 与此同时 边境杀手找到了江科长秘密基地 看到有人来杀自己 江科长感叹 一切都已经完蛋了 随后 另外两枚杀手紧跟高局长的车 李子诚派遣了多方人马 依次消灭了江科长 高局长 李仲九 连张手机的手下也被收买 这些人全部被李子诚解决 现在 会长的位置只有李子诚一个候选人 除了他 没有人敢当会长 现在 他是卧底的资料也被删除 知道他是卧底的人也全部被杀 威胁他当上会长的势力也被清除 他真正的为自己活了一把 以后他就是王者 争斗了大半天 流了那么多血 最后当上会长的人 却是最不想当上会长的人 仔细想想 就觉得十分搞笑讽刺 走上今天这一步 都是江科长逼出来的 影片的结尾 李子诚和丁青在六年前还是两个人 面对敌方十几个人 毅然决然地冲进去厮杀 靠着两个人的清风血雨 创建了庞大的北大派 足以证明丁青为什么不舍得杀李子诚 故事到此也算告一段落 作为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 本片可能是我解说最长的一部作品 尽可能还原很多细节 不至于侮辱名作 能够看到这里 我非常感谢各位捧场 但是讲解并没有结束 接下来 我要说下电影的精彩细节 不为人知的地方 本片因为新世界 片中的石会长到底是被谁杀死的 让我们来一个一个分析 首先是二号人物张手机 他在集团的事里几乎等于没有 基本没有可能会调动手下暗杀石会长 再说也没有人会帮一个没有势力的人 所以他不拘被暗杀的实力 三号人物丁青 他和石会长一样都是经商赚钱 已经很久没有亲自参与暴力活动 同时也是石会长最为期待成为集体人的首选者 如果石会长不死 他会按照正规手续成为会长的 就算他不想等 提前上位 他有这个实力 但是比较危险 集团中石会长的在虎帮势力 要比丁青的北大派要强 如果被人知道他暗杀了会长 双方的冲突足以让集团崩溃 他现在一直让李子诚 按地通过卧底的借口 消灭在虎帮的势力 影片一开始 李子诚解决的人就是会长的人 丁青的计划才刚刚开始一办 还没有足够能力消灭在虎帮 所以他也不具备消灭会长的意图 四号人物李中九 作为在虎帮的二把手 他是非常忠心会长的 如果不忠心 会长早就把他解决掉 故李中九也没有暗杀会长的嫌疑 最后说到江科长 他作为警方 虽然有些事不地道 解决的会长 可能会给警方干扰金门集团内部创造机会 但这件事情如果被曝光 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的身份 让他不敢这么做 唯一有动机杀死 石会长的人就是李子诚 从医生通知会长死的消息 观察每个人的表情变化 就能看得出来 李中九表现得非常愤怒 就好像是家属一样 丁青生无可恋 透露出计划还被打乱的烦恼感 张手记则一脸疑问 怎么会是这样呢 唯有李子诚 拿着水杯喝水 故作镇定 眼神飘忽不定 一点都不惊讶 他作为卧底 江科长答应石会长被抓之后 就恢复他的身份 但是由于证据不足 石会长并没有被判刑 这就好像一个马上就要下班的员工 老板突然让加班的愤怒 而且李子诚已经连续加班六年 中间被江科长忽悠了无数次 他的愤怒无数宣泄 既然只要石会长下台 任务就会结束 不如一步到位 直接让他消失 任务目标的消失 他也就可以下班 他是最具备愤怒之下杀死会长的人 新世界计划到底是什么 根据电影中的故事情节分析 新世界计划就是趁着石会长死亡 警方插手金门集团 通过选会长的位置 引起两大势力的内斗 为此江科长首先找到了丁青 没想到丁青很聪明 他知道 想利于丁青和李仲九发生冲突 江科长不仅没有离间成功 反而损失了卧底 之后选择挑拨李仲九 通过李子诚给的犯罪资料 将李仲九暂时关押了起来 一开始 李仲九也对丁青产生了怀疑 所以抓捕时 问江科长是不是丁青 江科长故作玄虚 让李仲九心生怀疑 李仲九其实也知道 江科长诱导他们火病 当信与他们的资料被盗治后 江科长拿着偷拍的照片 走了一步险棋 见到照片后的李仲九 依然不是很相信 他分析 如果丁青和警方合作了 在湖邦的势力会被消灭 而他将会永远待在监狱 和丁青活变 如果成功 他会成为清理叛徒的英雄 出狱之后 也就会理所当然成为会长 如果丁青没有和警方合作 那警方手上的犯罪资料并不充足 关押他一段时间就会被释放 但在此期间 丁青已经成为了会长 虽然短时间李仲九并没有什么危险 不过 未来肯定会被消灭 如果发动火病 他处使五名 会成为帮派的罪人 就算是丁青被杀了 回到集团也会被其他人报复 思千想后 他才会说出毒药的话 结果很明显 李仲九出狱就知道自己判断错误 已经无法逃脱被杀的命运 成为江科长的棋子 此次冲突中 双方都会伤筋动骨 趁此机会 让张手机顺利上位 这个人并没有多少实际实力 就算他能当得上会长 也无法掌控 丁青和李仲九的残余部下 在接下来的内部争斗中 金门集团的核心成员 都会相继毙命 最后失去了领导阶层 金门集团不攻而破 最终会面临解散的结局 一切的计划都非常完美 但是他忽略了那个 因为加班而闹脾气的李子诚 持续的违背承诺 在自己身边安插眼线 有时候还略带威胁 自己的孩子也因此流失 种种事情让他彻底 对江科长失去信任 既然老板不给放假 那就处理掉老板 自己独立门后当老大 想什么时候放假 就什么时候放假 最终的结局就是 最被忽略的人 成为了全盘的关键 一颗其子将所有人将死 其他的人都成为了牺牲品 这正应了那句话 有心插花划不开 无心再留柳成荫 本期讲解有点漫长 但这是老油条 尽了最大努力讲解清楚 还原这部百看不厌的经典之作 里面还有很多精彩的细节 值得仔细发掘 很多画面隐藏深层次的剧情和故事 最后 感谢大家不厌其烦的看到这里 老油条不胜感激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